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好天气排队等洗车民众多到还得站长出动帮忙洗 预估春节期间爆量车潮加油站已经协调增加人手 全国加油站1月16号到1月31号会员及非会员洗车价调奖30元 西欧加油站1月13号开始就先启动停收30元优惠券 统一激工肃卖乐1月14号开始停收50元及100元优惠券 等于乡行车近战洗车得额外花100元 台亚1月16号开始维持16天调涨10块钱 维持服务为主 所以这些优惠价我们暂时 这两年来到还就未时在过年期间就不去做调整 就会是跟比仗一样的做法 能力成本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考证 中油春节洗车维持优惠价也已经协调员工弹性加班 基本工资明年1月1号起调涨 人力成本支出洗车服务调涨会不会短期变长期 计程车问奖尤其紧张 三地新闻李文玉电安保台北报道